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李腾豪斯开枪打死两人 打死一人 那么最近法庭做出了判决 李腾豪斯的五项罪名全部都不成立 李腾豪斯被当庭释放了 这个案件正在美国引起广泛的讨论 也在引起相关的一些后续的案件 那么李腾豪斯为什么开枪 为什么后来又被判无罪呢 我们生活在美国 我们经常说 要通过新闻 通过我们的媒体 多了解美国各个层面 才让我们华人生活在美国 知道美国的法律 知道美国的社会 才让我们会有更高的社会地位跟政治地位 那么今天我们就李腾豪斯这个案件 请来了南加州著名的律师邓宏先生 给我们来解读一下 这次李腾豪斯这个案件 五项罪名全部不成立 让我们看到了美国司法制度 到底里边运作的规律是什么 邓律师欢迎你 你好你好 也从这个案子我们看到了美国的希望 这个李腾豪斯现在被很多人称之为少年英雄 正如邓律师说的 美国的司法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 受到了扭曲 受到破坏 那么这是我们大家感受很深的一个社会现象 但是我们要把这个李腾豪斯的案件 从头到尾给大家分析一下 用邓律师的专业角度来告诉我们 这个案件到底是非曲折在哪里 好了首先我们说这个案件是怎么发生的呢 话说在这个威斯康辛州 有一位黑人被警察从背后开了七枪 导致他受了重伤 这个案件其实很简单 就是警察接到了报警 说这个黑人涉嫌犯罪 然后去现场去查这个黑人 警察到现场的时候 这个黑人正在车里面 并且车后面有他三个年幼的孩子 那么在查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看过那个整个video 警察跟黑人原来都在车的外边 在发生了一些争执 但是双方大家没有什么动作 也没有什么肢体冲突 这个时候黑人突然回到他车里面 拉开了车门 然后伸手去车里面拿东西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场景黑人正好是背对了警察 但是黑人的手伸去拿什么呢 根据警察后来说他拿的是枪 后来好像我看有媒体报道说是一把刀子 反正他伸手去车里面抓东西 作为一个犯罪嫌疑人 在这种情况下警察觉得你有可能拿凶器 威胁到警察安全的时候 警察在背后开了七枪 好 邓丽师我们从这个案件这个片段 我们来看到执法这个过程有问题吗 执法的部分如果是按照正常的处理程序 这个黑人他是有禁制令 不允许靠近这个女的 当时他们打电话报警的时候 他又上来闹事了 警察一查有个禁制令 所以有些禁制令 违反禁制令 他完全可以逮捕他 然而是所有警察叫他停 他没有停 直接的话不听从警察的指挥 到车上去拿东西了 拿东西可能拿枪 可能拿刀 有可能是什么东西没有拿 但是警察已经叫你不要动 你最好不要动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警察在后面开了七枪 按照正常处理程序 不会是一个主义的案件 很不幸里边的话 在这个案子在8月23号之前 在5月份 这个George Floyd 弗洛伊德 这枪极事件之后 马上的 这BLM运动 觉得又是个警察施暴的行为 所以这个案件 而引发出来 Connotia的地方 这个暴乱 因为在弗洛伊德案件是发生在 明尼苏达州的明尼拉普斯 跟这个威斯康尼州很近 两个地方很近 发生的时间也很近 2020年注定是美国不平静的一年 因为这一年要举行总统大选 在总统大选过程当中 很多政客想利用某些议题 不为自己获得政治利益 但是在这个弗洛伊德案件 刚刚发生的时候 就发生了这个一个 非中意的美国人 被背后开了气枪 那么我们从法律角度说 警察如果下了命令 叫当事人或者是犯罪嫌疑人 不要动的情况下 警察是有权利 在你不听从指令的时候开枪的 因为你有可能 不听从指令的后果 是直接枪击警察 警察跟一般的人 开枪都是同样的 有两个条件可以开枪 第一个感觉的自己生命危险 也会正当自卫 第二个看到暴徒 以后造成他人的生命危险 他可以采用致命的手段 来阻止这个危险的发生 好 邓医师讲的两点 大家记住非常重要 第一是你自己受到了生命的威胁 你可以有权自卫 第二是你看到暴徒 有可能伤害到其他无辜的人 那么你也可能可以采取防卫措施 让这个暴徒的暴行被制止 所以这两个是开枪的要点 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 警察开枪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警察不太清楚 你伸手拿什么 好像事后在车里面也发现一把刀 那么就说明还是有可能他拿刀袭击警察 最后法庭也判了这个警察是无罪的 所以他当时所有的警察案子开的话 是不叫按照 reasonable person 不是一般的人会感觉到危险 而是说警察当时开枪的时候本人有没有感觉到有危险 所以这个标准不一样 不是普通人会不会这样子 所以我们外界的人都没有这个说话权 是当事人所以为什么警察开枪的时候永远都说 我发现他手上拿的东西我感觉他是枪 这就够了 后来发现他手上拿的是手机 对不起 配信团说 这当时警察的当时这种情形 他要在两秒钟时间之内要判断出来 有没有生命危险 所以这个时候高举双手 听从警察的指令是最明智的选择 但是这个非洲裔的这个嫌犯没有听从警察指令 并且他因为有禁制令在身 他已经违反了禁制令 所以这个时候警察是完全可以给他上上手号的 完全可以 完全是一个合法的执法 好了就是这样一起案件又引起了一次这个暴力示威 暴力示威的地点呢 就在威斯康星州的基诺沙这个小镇 基诺沙这个小镇是个很小的城市 但是当时整个基诺沙小镇都陷入了一片混乱 而警察面对这种暴力的示威 现在我们看到美国警察往往是离得远远的 就像当年老汉记暴动一样 以后如果你示威为什么韩国的乡家不要打枪 自己自卫 同样的那天晚上的8月23号晚上的话 Kernotia这地方马上开始一大群黑人游行示威BLM 和平的游行示威没问题 但是问题是BLM所采用的话 No justice, no peace 没有公平对待我们就没有安宁 以后以这个方法以后可以说是又抽东西 又砸东西又烧东西 那天晚上在8月23号的时候 他将一家一个use car dealer 叫car source 全部烧掉了 烧掉的时候大家的警方 一到晚上的话会不会来保护自己呢 所以当时警察也没有办法能力来保护 所以那时候卡尔住在以利诺州 离Kernotia地方大概有20分钟的 30公里的距离 然后他一个朋友 他的姐姐的男朋友是在这个car dealer里面去上班的 因为这car dealer里面还有另外两个店 他们是担心这个另外两家店的话也会被抢 所以那种情况之下他说自告奋勇 我来去来替你的保护 这里面有个细节就是当时基诺莎发生了暴力示威 然后这个李登豪斯的朋友说 我们现在准备自发的来保护我们一些财产 而这个汽车经销商据说是委托了这个李登豪斯的朋友 来负责帮他保护 但是后来在法庭上这个经销商可能是因为出于压力的原因 他不承认 但是反正李登豪斯开车来到了这个威斯康星州的基诺莎 因为他本身住在伊利诺州 他并不是在威斯康星州 那么这里面又产生一个法律的一个 在法庭上攻防的一个细节就是 李登豪斯当年17岁 按照伊利诺州他的法律 17岁的少年是不能够拥有来福枪 不能有长枪 那么但是在这一点上 我们看到在威斯康星州的法庭审判的时候 法官把这个罪名拿掉了 因为在威斯康星州这一条并不违反法律 所以在美国如果你在伊利诺州 你不能有枪的话 不代表你在威斯康星州不能够用枪制 这很重要 在加州以后的话 你可以在德州合法的买的枪 但是到了加州来以后 子弹超过事发子弹 或者是有那个AR-15 连发子弹的 其实拥有枪也不对 在伊利诺州 他管枪是比较严格的 很严格 到了伊利诺州 到了威斯康星州 所以法官的话 其中他当时起诉的罪名的话 一共有六项罪名 其中一个的话是说 未成年人非法持有武器 法官的话说 伊利诺州里面的话 这个部分我就撤销掉 所以将这项轻罪撤销了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他是朋友给他这个枪去 你要知道 Kyle Rittenhouse 他本身他很喜欢做警察 所以他当时也做了 这个培训班一样 对 做了这个少年班里面去 以后他一起表现非常良好 以后他自己也是做过 Lifeguard救生员 所以他也是在 你可以看一到那边去的 他跟朋友说 当个媒体的说 有人需要游行示威队伍里边的话 一个是 因为你现在那时候 那个出现两派游行示威的 一个是BLM所推动的 一个反对警察暴力的 暴力示威的群体 有另外一群的话 是所谓觉得 我要维护社会安全的 你警察没办法来安护 来保护民众财产 我们来 所以那时候警察还给水 给这些民兵 这个militia的话带了枪来 警察并没有阻止他 还给他水 所以这个部分也变成默许了 这个民众组织权 这个让我想起来 我们当年洛杉矶暴动的时候 有个警察对着电视镜头 讲一番话 他说我宁愿我现在处在越南战场上 我也不愿意我在洛杉矶 因为在越南战场上 我还可以开箱还击 但是今天我没有办法行使我警察的权利 这个威斯康星州的基诺沙 当时也是情况这样 警察离得远远的 好 那这个我们刚刚讲到 李腾豪斯 他是没有带任何武器 只带了一个机救包 从他住的这个伊利洛州 来到了威斯康星州 所以这一点我们知道 李腾豪斯是受过警察训练 他很清楚法律规定 他什么可以做不可以做 但是他来到威斯康星州的时候呢 他的朋友就把枪借给他用了 好了 接下来就发生了 他开枪打死两个人 打伤一个人 关于这一点呢 在法庭的攻防上 这是个重点 到底你是因为自卫开枪 还是因为滥杀无辜 检察官说他是滥杀无辜 而他开枪所射杀的两个人呢 在检察官的口中是英雄 因为这两个人要制止这个滥杀无辜的杀手 李腾豪斯 但是其实当时的情况 后来我想大家如果有机会 可以看到那个影片 我们大概就知道当时的真相是什么 对 当时的真相里边的话 李腾豪当天的话 他本来是看好卡丁勒的 后来的话他到了另外地方去 发现那边的话有烧洞 他赶紧冲过去 冲过去的时候没想到的话 那时候有人真的是开枪了 他一听到枪声的时候的话 他赶紧逃 另外一个叫Joseph Rosenberg 以后他是第一个死者 以后的话拼命冲了去 要抢他的枪 对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这录像带可以看得出来 他在冲上去的时候 以后Kyle Rosenberg的话 开了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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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倒地的时候的话 他马上打电话报警 开了枪了 但是的话 其他的报名已经开始冲过来 继续冲过来 他赶紧逃走 其中的话他跑得很快 但是的话 有另外一个的话 第二个叫Hooter的话 Hooter 他就拿起这个划板 朝他头砸过去 对 那时候他再拿起枪 开了第二枪 这个在影片里面 我们看得很清楚 这个叫Hooter的第二个死者 用这个划板砸了他的头 然后把这个李腾豪斯砸在了地上 然后他准备砸第二下的时候 李腾豪斯正好就 面朝地上就翻过身来 然后开了一枪 所以这是第二个死者 对 好 第三个伤者叫格罗斯克鲁兹 对 这个人就更有意思了 他手上拿着枪 对 以后他是救生人员 他说我是要想办法 自己让他逃跑的 以后没想到的话 他当时的话 也是一样 让枪指向了 李腾豪斯说 他看见这个格罗斯克鲁兹 用枪指着他 所以他开了一枪 而这枪并没有击中 这个格罗斯克鲁兹的要害 打中了他的肩膀 打中他肩膀之后 这个格罗斯克鲁兹 就马上停车用枪指向李腾豪斯 李腾豪斯这个时候没有开枪 我在画面上看到那一刻周围还是有枪向 如果李腾豪斯不够冷静的话 他可以认为那些枪声是可能向他射击的 他可以用他的把枪向周围 可能更多的目标射击 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 就说明李腾豪斯在这个时刻 还是非常冷静的 他那时候才17岁 所以他很冷静 他倒地之后 他马上赶紧再跑 以后看着警察车来了 以后他双手举起来 以后将枪 然后将警察展示出来 我会造成危险 所以从这个看起来 一个17岁的小孩子 创在那边去 检察官说 他这个危险他自己造成的 所以的话这个自卫的话 不应该是给他一个正当自卫的 因为这个危险本身 他不应该带枪去 但是在那个时候 在8月25号晚上 以后那时候那么乱的情况之下 他为了保护自己 还保护他人的情况之下 所以陪审团认为 他的三个枪 打中的三个人 都是属于正当自卫的 好 等于说我们 把这个基本上过程 我们给各位观众理了一下 这是我们从现场的录影所看到的 这不是说媒体报道的 那么我们从这个现场录影 我们从法律角度来分析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在美国如果发生这种群体性的暴动事件 如果今天不幸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社区 作为一个美国公民 有权力拿起枪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生命安全保护周边的公众的安全吗 你可以持枪保护生命安全 不能够持枪来保护财产安全 不管在每个任何一个地方 你说别人闯进我的家里面 想偷我的电视 偷我的东西 你拿枪来打他 那不对 但是的话你看到一个歹徒 闯进你家里面去 就要上楼 你楼上的话有小孩子在楼上 你担心小孩子安全开枪 那是属于震荡之位 所以如果有人到你家去 去进行这个盗窃 看见你回来之后 看见这个房东回来之后 他马上逃跑的话 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不能用暴力手段来制止他的 更加不能开枪 对 其实很多时候你根本分不太清楚 只有几秒钟的时间 你必须要做出决定 他可以从一个偷盗犯 变成一个暴力抢劫犯 或者是对 所以强奸犯这些东西都可能 他身上或者有武器 他都发布一个角色的转变 所以要告警察 凑用枪的话很难定罪 因为警察都经过职业训练 然后我看到他的时候 我认为我生命受的威胁 我才开枪的 所以我们很多华人的话 所以开了枪 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 但是没想到警察问话的时候 就说我怕他偷到我们楼上去 拿我的珠宝我开枪了 如果你说我楼上有儿子在那边 以后的话 我担心我的儿子受的安全 所以我开枪阻止他上去 这种的话你是合法的震荡滋味 我刚才讲过 你可以开枪保护自己 或他人的生命安全 不能够开枪保护你自己的财产安全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观念 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 所以李腾豪是在暴乱的时候 如果真是他受Dealer的邀请 去保护他的生命安全 这种做法合法的吗 当然如果是别人 他保护财产他不能开枪 但是的话他这些歹徒抢徒来保护 来攻击到他 或者是歹徒要伤害其他人 他可以采取合法的手段 来保护甚至致命的手段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 凯亚罗正好他决定作证的时候 他一直说 哭的一部分来说 我当时我担心我生命的安全 对 所以当时的话 他说这个保护别人的财产不重要 就是说保护我生命安全 但那个关节点 不是我死就是他死 如果他被强调的话 那可能死的就是李腾豪是 陪审团正是要听到这个句话 所以为什么 这个案子审理过程之中 一般被告的话 不会出庭作证 但是这些律师里边 他认为有信心 他可以将这故事讲好 就是他生命受到威胁了 只有他才能够出面的话 将所有的画面 结合在一起 说我当时生命受到威胁了 我才开枪保护自己 我的生命 所以保护生命 陪审团认为是正当智慧的 所以李腾豪是这次 之所以被判五项罪名都不成立 关键点就在于 他有没有受到生命的威胁 而我们从现场的录像 以及当时的现场的证人 可以看到 第一个使者是因为抢枪 第二个使者是用滑板 砸他的后脑之后 还准备继续砸他的后脑 后脑是人的非常关键的一个部位 如果一旦后脑受伤的话 很有可能会导致一个人的死亡 这是我们对人体的容易受伤 部位一个基本的认识 所以第三个是因为手上有枪 李腾豪是才开枪 所以这三个人 分别在不同的情况下 李腾豪是开枪 都有共同的特点 就是他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所以他的辩护律师 很聪明的地方 不断强调 不要用正常人 看了录像 感觉到他是会不会 应该不应该动 而是说 你应该将自己当成李登豪一样 我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自己生命 有没有感到威胁 所以为什么 这个是非常主观的 因为李登豪已经是在 庭上哭了响 我当时很害怕 因为就没有办法 见到我妈妈了 所以这种情形之下 生命是受的威胁 我才 这个检察官说 你普通的人 不可能会开枪 因为没有构成这个威胁 但是法规里面很严格 是以这个当事人主观 有没有自己当时 他不是以客观 是主观 所以为什么 警察开枪 所以他们经过训练 所以的话 李登豪留言 我相信他也受过警察的训练 所以的话 你一定是在 自己生命危险 受到威胁的情况之下 才能够开枪 所以他讲的话里面 可以说是 没有太多漏洞 所以我们说 李登豪是这个17岁的少年 他曾经受过青年警察的训练 他也是个合格的救护员 那么说明这个人 他对法律 对这个一定的智慧守着 他是有了解的 有了解 那我们再反过来看 两个死者 一个伤者 第一个是罗森堡 罗森堡这个人 在媒体报当中 其实他是一个有前科累累的人 他有这个暴力犯罪 或者好像我忘了 性犯罪 性犯罪的这个 叫前科 并且他从精神病院关了之后 他是有严重的自杀倾向 所以被关到精神病院 他死之前那天晚上 其实他是在医院里面跑出来的 那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就是 那些所谓的正义的暴力示威的参与者 比如说这样一个死者 罗森堡 最起码他本身 出于某种原因 他并不是为了单纯的支持 所谓的黑命贵的这个正义的运动来的 那么另外一位 胡博 也是一个犯案累累的 有前科的这样一个人 所以我们看这是 让我们觉得很奇怪的就是 被控告杀人的 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 行为很理智的青年 而这些被杀的却是有各种社会不良经历的人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种暴力示威过程当中 是不是鱼龙混杂其中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暴力事件出现 在去年跟今年我们洛杉矶地区 搞不好全美地区都有很多示威 这是游行示威的话 可以说是有很多是legitimate 是合法的 理性的 理性的和平的示威 对和平示威 但是往往的话 像Long Beach的地方 有打加强一样 大部分这次参与的话 这次是暴徒 暴徒的话是利用游行示威的机会来犯罪 达到个人的目的或者宣泄某种情绪 对 但是的话这也是出现一个问题 不管是BLM也好 各种运动里边 他没有一个很好的organized 而被这些犯罪之团来利用了 就像这个星期在周末的时候发生了 80个暴徒到了Northroom里边去 北加州的地方去抢劫 这部分的话在看起来 他们是这个不满社会 但是的话其实就是一个犯罪集团 以我在香港生活的经验 过去我们在报道这一类事件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用一个词叫有组织犯罪 所以我们先把那个抢劫 80人抢劫放一遍 我们继续看李腾豪斯这个案件 就当事人 我们觉得这个案件当中有很多人 我们值得拿出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们刚刚讲了 开枪的李腾豪斯 讲了两个事者 一个伤者 其实这个格罗斯克鲁兹 就是这个伤者他本人倒没有什么掠计 但是他当时手上 他作为一个现场的救护员 他自称是游行队伍里面的救护员 但是他手上有把手枪 那换句话来说 跟李腾豪是一样 他同时是救护员 如果有人要帮助的话 他会帮助 但是因为暴力示威的场面 他也需要有一定的自卫的手段 那么这位格罗斯克鲁兹 是不是合法拥有枪支 我们不知道 因为庭审人没有讲 但是我们要讲 在这个案件当中的检察官 他是当时这个地区的助理检察官 叫兵格 兵格先生在起诉李腾豪斯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跟这个李腾豪斯的 辩护律师在庭上有很多攻防 那么从现在法律角度来说 很多人都觉得 李腾豪斯的律师 采取了非常正确的一个 辩护的手段 兵格在这个法庭上 也有很多他的一些 指控李腾豪斯的法律的观念 受到大家的质疑 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 去这广告 然后我们回来跟大家聊聊 我们看看这个助理检察官 兵格在庭审的时候 他对李腾豪斯起诉的法律 理据 我们是支持他还是反对他 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见 体系的一个公务人员 他应该是随暴安良 保护我们民主安全这样的角色 但是在起诉这个李腾豪斯 过程当中 他在庭上 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有一句话 他说这个李腾豪斯 在处理枪械的时候 存在疏忽和毒 那么在李腾豪斯 受到袭击的时候 甚至受到威胁的时候 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检察官说 李腾豪斯应该向袭击者投降 那如果以这个他的理念 这个司法的理念来说 以后如果你遇到强奸的话 你应该自己把衣服脱了 然后躺好 如果你遇到抢劫的话 你应该双手把你的财产奉干 如果有人去伤害你的家人 伤害你的子女的时候 你应该帮助凶手检查一下 绳子捆的是够不够紧 按照这个检察官宾格的 他所在庭上对李腾豪斯的指控 从法律角度 东西是怎么看 你也知道 一个案子 警察办了案子之后 抓了人 最后的话 是该交给检察官来起诉 宾格他在之前 曾经竞选过 检察官检察长没有当选 所以他希望的话 利用这个案子 卷土重来 再来重新 让自己在政治上 获得一些好处 对 在美国很不幸里面的话 美国的检察长 地方检察官的话 是民选出来的 民选出来的话 你要获取选票 你就不能够 这个说法 以民意 所以我们选一个执法人员 我们应该看重是他的道德 他的这个专业的法律水平 对 就像我们选律师一样 我们必须选一个 有职业道德 有专业水平的律师 而不是选一个 我们看他特别能演讲的一个人 去当我们州的最高的这个司法官员 对 宾格就是这样的人 就是宾格 所以他当时的话 不单只犯了这个错误 很多人认为 他不应该起诉 这是属于政党之位 但是的话 他作为检察长 他必须要想办法 一般的检察长里边的话 他办公室有很多检察官 为什么宾格他自己亲自上马呢 所以一般的话检察官有好几个 然后 有他的政治目的在里边 当然的话 在过程之中除了呈现证据这部分 还有两度违规 法官的话 这个法官是自由派 这个民主党的法官 这个法官等一下我们还会讲到 不过我们今天把他顺便跟宾格一起对比一下 这个法官是个民主党的法官 对以后就两个时候 宾格拼命在追问的时候的话 法官都是制止他了 他问的是什么 他说当时这个Kyle Rittenberg 他讲话的时候 他就说 你当时向这个DNA诺警察局投降的时候 投案的时候 你并没有跟警察讲这些东西 你要保持沉默 以后后来的话 我们探员跟你们谈的时候 你并没有将你深圳受的威胁 这个部分的讲出来 法官那时候恼火 为什么的话 因为第五收征案 保证民众沉默的权利 Kyle没有跟警察讲话 两度没有讲话 并不表示他有罪 所以按照一般人的看的话 你真的是正当之位 你那时候为什么不跟警察讲呢 所以在刑法里面 这个绝对是一般法学院的学生都知道 你不能够在庭上 在陪审团面前暗示的话 就因为你有错 所以你现在改口了 所以因为你当时没有错 为什么怕警察来讲呢 所以这个部分 就是试图误导陪审团 对 法官马上阻止他 并且的话 很生气 生气的地方的话 就是说你检察长 连这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 你为什么在陪审团面前 暗示的 他在以前的话 行使了他的第五收征案 沉默的权利呢 所以当时被告的话 律师提出的一个动议 要求以这个案子留审 以这个理由 法官并没有判下来 如果这个案子 卡尔被判有罪 那法官肯定会说 这个案子便留审 就是因为当时 检察官在执法过程当中 他犯错 对 还有第二个犯错的地方 第二个犯错的地方 有个录像带 然后他给被抢了 然后刚好 卡尔的话在录像带里面提到 我希望我手上有一个AR15 这样的强劫案就不会发生 法官说这个案子跟 这个Kennoshia发生的事情 不相关的 这个不能够作为承认证据 没想到检察官在审理过程之中 又提出来 又把他拿出来讲 又当初是不是有个事件 你提到如果你有枪了 你看到这次强匪 你有枪了你就好了 法官马上叫住他 我已经跟你讲过 你不能提这录像带的东西 你为什么再度提呢 以后这个部分你可以看得出 是检察官求公心切 或者是他故意违规呢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 他就是很desperate 我的理解的话 他发现的话证据越来越不足了 以后他没有办法反击 他就狗急跳墙 用这种方法 有可能是违规的 他还是放出去 好这个案件当中我们说 这个法官很有意思 斯洛德法官是一个民主党人 我想检察官兵格 也以为这个民主党的法官 会在法律上会对他 有一些放缩或的偏袋 但是斯洛德值得我们尊敬的是 他的政治观点为政治观点 但是法庭的庭审 就是单纯的从法律角度 来判断这个事情的 是非跟对错 所以斯洛德多次阻止了 检察官兵格的一些违规的行为 并且在这个案件当中有个细节 就是当这个李腾豪是 到了这个金诺沙之后 他曾经去过一个酒吧 而这个酒吧当时里面 正好有一些骄傲的男孩成员也在里面 所以检察官就抓住这个片段 就说其实这个李腾豪是 骄傲男孩里面的一个成员 但是法官告诉非诚团说 我们不能够证明 他当时是知道这些人 就是骄傲的男孩 并且很明显当时这个李腾豪 并不是那个组织成员 事后他开枪之后 这个组织对李腾豪的支持 不代表他是这个成员 所以我们这个法官很值得我们尊重 值得我们尊重 还有另外一个人跟我们的职业是一样 这个媒体的记者叫麦坚尼斯 麦坚尼斯是一个媒体记者 他当时也在现场 并且第一个这个中枪的 罗生堡倒地之后 是麦坚尼斯送他去医院的 而在这个庭审当中 检察官宾格 试图以这个麦坚尼斯的证词 来证明李腾豪是开枪滥杀无故 但是麦坚尼斯十分坚持的 因为他是控防的证人 但是他十分坚持的 把他现场所看到的一切 如实的讲出来 这就包括了罗生堡如何扑向这把枪 他撞到了枪口上 他试图抢枪等等的细节 所以我觉得这个庭审过程当中 法官跟这个证人都是值得我们尊重 当然这个法官里面的话 他一起 他的 record 他也是一贯的话 是对辩护律师是很严格的 但是在这个审理里面 大家看出来的话 他雷厉风行 不允许就不允许 原则的问题 然后不像很多罗汉基的法官一样 脱离带水的 当然这个证人是检察官拿出来的证人 没想到他变被告律师 作为描述的当时 为什么这个当时卡尔要开枪的 因为他在现场 他知道当时情形是发生的时候 大家都是很害怕 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 最关键的一点的话 大家还没有想到的就是陪审员 在20名陪审员里面的话 其中你要知道陪审员的选出来是当地的民众 并且是检察官跟辩护律师双方一起去认定的 这样才会 双方都同意的才会成为陪审团成员 当然这次陪审团很值得我们尊重 对 在过程之中里面的话 你看看很多 现在还有我们正在等候的一个结果 就是三个乔基亚州 三个白人枪杀了一个黑人的案件 所以很多时候陪审员的话决定很重要 因为什么对有没有罪 最后判决是陪审员12个人 这次选举里面的话 20个是来自当地的Kennoshia的居民选出来的 后来的话卡尔自己在20人之中的话抽签 抽出了另外12个人决定他命运的 在11名的人士连是白人 另外一名的话他没有谈到是哪个主意的 这个很重要 因为20个陪审员他听了双方的证词 所以他做出这个决定 以后这个决定 他们很多时候会担心 就是说我就判罚他无罪 会不会会这整个社区再度包装 压力非常大 对 这个都是一样 所以法官的话给陪审员讲 你就是论事 按照证据说话 你不要考虑了其他后果 这个很重要 法官对陪审团的引导非常的公正 这是整个案件的一个关键 所以这陪审团做这个裁决之后 还好以后现在大家的话都比较心情 心平自和的样子 接受了这个部分最重要一个的话 这个原则的话就现在也是出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媒体报道 这样子可以拿着枪自卫而导致的话 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买枪的自卫呢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看到的媒体的作用 其实我觉得我很不支持美国的很多媒体 在这个案件审理的时候 法官一再告诉陪审团 不要听信媒体的报道 不要受他们的影响 你只看法庭上提供的证据 因为很多左派媒体 包括我们所熟知的什么CNN 华盛顿邮报这些媒体 在报道这个案件的时候 他们基本上有几个 第一 这个李登豪是这个白人至上主义者 第二 这个案件是显示了美国的种族之间的这个斗争 把这个案件把一个自卫 单纯的自卫案件 把它描述成一个种族之间的斗争 但是他在媒体报道当中 居然没有说三个人当中 两个死者一个伤者都是白人 没有一个是非中一美国人 这是很多民众到今天还不了解 大家都以为原来被枪杀的是非中一美国人 白人杀非中一美国人就无罪 这个刻板的印象 经过这些左派媒体的影响 已经在很多人的脑海当中被洗了脑 这点的话我做了十年的记者 你也是媒体人做了总编辑 最怕的时候是什么 我们最重要的新闻第一门课 就是求证求证再求证 真实性是最重要的 所以为什么 如果我写一篇报道说什么之话 我交给编辑交给你 你一看到你肯定会枪毙 有没有求证有没有问过当事人 对不对 但是的话你现在最大的问题 我们这种传统的媒体 已经是受法律的 不受法律的保护 像Facebook Google啊 这些所有的这些的话 它是属于internet媒体 internet媒体里边 所以当时川普为什么一定要将230拿掉的话 就是说为什么媒体平台的话 他会为自己的言论负责 对 这种情况之下 报纸电台 我们如果是电视台 如果是你自己错误的报道 你会被告 所以为什么那时候我们做记者的时候 我们最怕的警察怕记者 记者怕律师 为什么动不动律师就告你 但是的话你现在的话 媒体在平台方面Facebook方面 在任何媒体方面的话 散布假消失 律师告不了啊 警察怕记者 是因为记者会写真相 记者怕律师 是因为记者如果不写真相的话 有人会找他算账 但是现在这个良好的循环供应链 已经不存在了 社交媒体不负任何责任 所以李腾豪斯这个案件 让我们看到 法官在庭上 为什么一再要求陪审团 不要受媒体的影响 因为众多的媒体 特别是一些所谓的大媒体集团 现在已经不可靠了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 这整个案件 值得我们去大家去分享的 那么再有就是我们说 这个陪审团的制度 其实很多人在美国 生活这么久都不知道 一个刑事犯罪嫌疑犯 有罪无罪 并不是法官说了算的 其实是陪审团做出决定 法官起一个量刑的作用 这也是我们跟邓律师 在节目里面 多次跟大家提醒 了解美国的司法制度 我们才能在美国 能够很好的生活下去 好了 现在在李登豪这个案件 我们基本上 跟大家把它理清楚了 那么邓律师也从法律角度 给我们讲了这个当中的一些要点 但是问题是 这个案件看起来 目前没有因这个案件 而引起了一些更大的暴力示威 但是不代表暴力示威不存在 首先我们说 在纽约 纽约新的市长马上就要上任了 新市长上任之前 据说跟这个 黑命贵组织有一个谈话 就是因为纽约 今后要加强警察执法 要把过去三千警察的经费拿回来 黑命贵公开说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我就学习纽约 想请教邓律师 有哪个团体在美国今天可以威胁 一个民选官员说 我要学习某个社区 这本身是一种犯罪 对 这本身就是一个domestic terrorism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 我们是整个社会的话 是political correctness 也和什么样子的政治正确 你可以看得出很多立法的东西 我们加州要罢免州长 但是罢免没有成功之后 州长的话更加骄傲 事无极端 所以他推出一系列这些极左派的措施 所以从明年开始 一大堆新的法规下来的话 治安只会越来越坏 47号57号提案 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讨论过很多次 正是这两个提案 令到我们加州的治安含有恶化 当初这个提案出来的时候 我们两个在节目里面就讲 今后加州的治安肯定会恶化 现在还没有停止 不幸被我们言中了 对 不幸的时候 这个还在继续延续 更多的一些我们不在意的法案 还在继续在推出 对 然后这些法案有一个特点就是 抢劫无罪 杀人无罪 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社会 警察有罪 警察有罪 所以你现在检察官的话 就是说检察起诉的不是真正的犯人 而是起诉警察 在洛杭基有史以来里边的话 过去20年没有一个警察被起诉过 直到黑命贵开始推动这些 我们认为黑命贵有很多理念 是很好的 这些社会的话 应该给一个小数族一个保护 但是往往的话 这些政客利用黑命贵 也会推动了另外一个极端的 觉得我们社会每个人都是 hate each other 不对的 我们社会里边的话 还是有爱心的 还是检察官的话 很多警察还是非常好心 去帮助别人的 警察动武 警察开枪 不是迫不得已才为了保护他人安全 才开枪的 其实我们平时在YouTube上 大家如果去专门查阅一下看 我们看到有很多警察执法的片段 警察被枪击 真是在一秒两秒当中 瞬间发生的事情 所以本身做警察 是个很危险的职业 我们应该说警察当中 有很多不巧之徒 有很多不合格的警察 这是一个现实 但是不代表整个司法体系 整个警察队伍 要被彻底的拿掉 要被彻底的摧毁 现在我们看到因为对警察的政治态度 因为很多地方减少警察经费 就是我们刚提到的 北加州80个人去抢劫一个外国公司 那么大家觉得非常震惊 其实我觉得不需要震惊 因为同类的事情在去年 在芝加哥就已经发生过了 只不过发生完之后 大家好像现在对因为社会纷争的 以后很多矛盾 大家还会有在争论 所以大家慢慢就忘记这事情 现在在北加州又发生了 在我们洛杉矶昨天又发生了 二十分抢劫 很明显这是有组织的犯罪 那么这种有组织的犯罪 在目前的法律环境之下 邓先生你觉得它还会继续发生吗 很遗憾一点的话 在很多这个地方的police 还有BLM的运动之后 三分之一的警察都退休了 有经验的警察都退休了 三分之一之多 三分之一之多 我知道纽约的警察 大概有超过10%已经辞职了 对 所以三分之一的警察退休 这些老警察的话 他们退休之后 现在还清房不解 这种情况之下 有组织的犯罪集团 专好的空间 检察官就算一方面警力不足 另外一方面的话 你想想看 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 有很多人使用假的福利卡 拿的卡到Rodeo Drive Beverry Hill里面去购买 购买过程之中里面的话 乡家到头来的话都被骗了 所以Beverry Hill成立一个Rodeo Drive Rodeo的专专案组 专门是抓这些使用假卡的 来买东西的 没想到他今年上个月以后 黑人律师告了Beverry Hill种族歧视 说你们这些人抓的人 90%都是我们黑人 所以这个理由的话 说他种族歧视 你想想看的话 等一下 等等律师 我抓的人91%都是黑人 那么这里有个前提条件 如果你们确实有犯罪的话 有什么问题 所以他说说 你们抓的东西都不对啊 对不对 所以你只要见到黑人 就格外来格外关注 非洲裔美国人在美国 现在是最大的福利受用团体 政府发的很多福利就在他们手上 但是的话他还是搞了 搞进去了 所以为什么这次的话 连North Road也是被砸了 以后的话 也是像Beverry Hill的地方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你要知道 有这些直径团队的话 他要就像文化大革命一样 你现在的话 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社会 和平解决的话 那我就用暴力的行为 来改变这个社会 引起注意 他现在这种理念里面 打砸抢 反而变成了一个推动一个社会 所以现在这种集体的抢劫越来越多 那以后肯定会蔓延到其他的地方 那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社区安全 最近在费城有一个这样的案件 一位华人的Uber的司机 下班回家之后 被三个非洲裔的匪徒抢劫 这个华人的司机 开始表现得非常顺从 把财务交给他之后 当抓到机会 他突然把自己的枪套出来 打死了一个歹徒 打伤两个歹徒 这个事件在华人社区里面 也引起了很大的讨论 大家好像说我们看到了一个榜样 但是我想说的是 我们移民来美国 就是为了开枪杀人吗 我们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 这种极端的方式 才能保护我们的生命安全呢 如果今天在加州 想请假东西是 再发生这种事件 我们应该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自卫吗 首先在加州 你不能垂身带枪 你必须要持枪证 那个费城的华人 他是有合法的持枪证 所以很多时候 在加州你要拿的合法的持枪证 非常困难 以后要警察局局长批了 以后你才能够拿到枪持枪证 另外一个话 你要知道 就像郑孝雄 基加哥大学 他就是被抢电脑 以后被抢了之后 他又去追 后来被开枪打死了 在三年以前 在奥克兰 一个华裔工程师 IBM工程师 在Starbuck咖啡里面 喝咖啡 别人抢他的电脑 因为电脑里面有太多 这公司的资料 重要的资料 他回去抢 被他撞死了 所以宾州那位外卖狼 是很幸运的 没有受伤 当然这个部分的话 出现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你面对犯罪 你要怎么应对 所以很多时候 一般的专家都可以教你 首先要注意自己的环境 周围的环境 另外一方面 千万不要打手机低头了 你不注意周围的环境 别人就容易 你就最容易的目标 以后不要穿金带银 以后因为你一单子 有了好 有的名表戒指 就容易抢 以后另外一方面的话 如果是你是真的是被抢 你没有看清楚 他的手上有东西的话 最好还是乖乖的 降当初拿走 为什么的话 他对方可能有枪 有可能有刀 产生于生命之间 还是先保护生命的安全 但是的话 我们经常遇到这种的话 以后对方 以后置于你死地 这种情况之下 那你就要保护自己 以后要么就是他死 要么就是你死 这种情况之下 你就拼个老命 要对方死 才能够保住命 邓医师刚刚提到了 芝加哥大学的华人学生 郑孝雄被枪杀这个事件 郑孝雄24岁的生命 就这样结束了 而枪杀他是一个 18岁的非洲裔嫌疑犯 在这个案件当中 我们看到两个人 一个是努力的去验书 希望自己有一个良好的基础 未来有很好的生活 另外一个是 从小就介入犯罪 18岁的开枪杀人的 这个嫌疑犯 也是一个身上有犯案累累的 这样一个人 那么这里面有个话题就是 今天我们看到 美国的司法制度被扭曲 被破坏当中的一个特点 就是所谓的保释制度 这个保释制度 在很多民主党主政的州 都在被破坏 因为保释再也不需要金钱 作为保证 所以保释的条件 越来越宽松 而犯下这种重大的 刑事犯罪的往往是这种 多次犯的累犯 那么今天在面对 这种司法环境 我们有什么办法 可以改变它吗 改变不是一天 能够改变过来的 真正的犯罪问题的话 往往不是处在这个 这个主意 而是处在家庭方面 你想想看的话 现在我们现在在加州 犯罪率那么高 犯罪这些人的话 80%都是来自 单亲家庭的 来自单亲家庭里边的话 为什么80%的人 来自单亲家庭 为什么在加州 如果你是父母两个住在一起 以后你是拿不到福利的 因为你只有单亲的 单亲妈妈养了几个小孩子 因为你两个人住在一起 养个小孩子 最多补助的话 两个人失业最多是1600 但是的话 如果你一个女的带两个小孩子 而你本人可以900块钱 每个小孩子加上600块钱 这样子的话你想想看 才多带几个小孩子 所以你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的话 很多拉丁一的黑人的 他们自己基本上 男生以后让这个女生白孕之后 就离家了 不负责任 不负责任 因为他养不起自己 对 没有 不是养不起自己 而是你跟我会养啊 那岁人会养啊 那岁人会养啊 国家可以用福利制度来养他 所有这些problem有问题的小孩子 都是要长出一个没有父亲角色的家庭 没有正常的家庭环境所成长起来的 这些所谓的破碎家庭的小孩 对 如果你犯了错 有家长在这方面 打他 叫他 会教训他 但是的话 如果是 你看看的话 在这次费城里边的话 打中国小孩子那几个的话 有个12岁的黑人小孩子 以后他离家出走两个星期 以后妈妈看了视频以后 哦 这是我的女儿 12岁 不看视频他妈妈都不会去找他 对 你可以看得出里边的话 那他爸爸在哪里 没有啊 没有爸爸的 我在建议中有讲过一个数字 我开始看到这个数字 我都很怀疑 后来我查证了之后 我才确信 在美国 70%的非洲裔家庭是担心家庭 70%的非洲裔美国人 并不用他们自己的工作来养活自己 我想这才是社会最严重的问题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 对 现在的从法律层面到 整个社会的福利体系 能够改变这种状况 而是把这个不断的 往那个方向继续再推 对 所以这个就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以后一个没有一个健全家庭 一个家庭教育的话 而是不断的大福利 让他养住这部分的话 以后让这些男生 不负任何责任 我生了一个小孩子 以后的话 就是不是 以后他有多少个小孩子 不知道 以后一个小孩子 有不同样的stepfather 有五六个stepfather 这种情形的话 他成长之后 能够有一个健全的生活吗 没有家长从小 特别是父亲这个角色 从小的这个引导 一个小孩子 他的成长 肯定是不健康的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今天在我们美国社会 存在这么大的 这个社会缺陷问题之下 我们的司法制度 还在不断被扭曲 那么我们很相信 未来这种暴力事件 我们还会经常会看得到 那么政府邓律师说的 并不是一两天可以改变的 要改变靠整个政治运作当中 我们能选出一个 可靠的民选官员 能够选出一些 没有极左理念的民选官员 帮我们去慢慢 从法律的角度去完善 我们才能得到一个彻底的解决 今天非常谢谢邓律师 从法律角度 给我们解读了 李登豪的案件 关于今后社会上发生的 很多暴力活动 我想大家可能不幸都会看到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邓律师今天跟大家分享了 一个非常好的 如何面对这种 处罚情况的这个经验 那么希望大家今后 都有个安定的社会环境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邓律师 谢谢你 谢谢 批判时事解读新闻 我是张修杰 下个礼拜头上时间 我们再见 起来 anche